那么这节课那么花点时间呢 去讲一些额外的东西啊 就是关于我们这个VRM编辑器啊 有一些比较实用的一些小功能 那这些功能呢 可以以后呢也去用一下 那么第二功能呢叫代码着色 代码着色 那么代码着色呢 就是今天上午呢 江涵同学发过来那个圣诞炫彩色 就是那个颜色 那么称之为叫代码着色 代码着色呢 那如果还想再看一眼的话 那我们先把这个文件呢 给它推出一下 那然后看谁呢 看我们的ETC下面的那个啊 当然看归看啊 不要改啊 这种形式就称之为叫代码着色 它每一个单词 或者说每一个字母呢 它都有一个特定的颜色 称之为叫代码着色 代码着色啊 就是代码呢 它有颜色 称之为叫代码着色 那这个功能的话 怎么去实现呢 假如说我写了一段代码 我想让它显示这个颜色 然后呢 有的时候又不想让它显示 怎么去控制它 主要呢 就是说对这个颜色呢 有一个控制的功能 那这块呢 我首先呢 去创建一个文件啊 创建一个代码文件 然后里面呢 写一些简单的一些代码 那看看呢 它默认呢 有没有颜色 那么这地方呢 来个案例 那么首先呢 去创建一个 简单的 简单的 C语言 一个小程序吧 有个同学可能以前学过C语言啊 那没学过呢 就看一眼 这个呢 是最简单 学C语言的一个入门语言 入门的小程序 对 输出个Hello World就行了 但咱不保证它能运行啊 因为需要编译才能运行啊 先来创建一个文件 Touch Touch 然后呢 Hello H-E-L-O-O-C C语言的后编是点C啊 然后文件创建好了啊 创建好了之后 我们可以来验证一下 看这里面呢 有没有这个文件 有吧 Hello.C OK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去编辑它 使用编辑器叫V-R-M 然后呢 打开那个文件叫 Hello.C 行 然后呢 现在是什么模式 命令模式 是吧 需要去进入编辑模式 那我要按什么键 I或者AE 什么都行啊 因为现在这里面没东西啊 所以按哪个键都一样 然后呢 往里面去写代码 那么C语言的话 第一行需要来个 INCLUDE include 控格 这个呢 我们需要去引入个东西 这个称之为叫 头 头 S TDIO STDIO.H H就是指head的意思啊 就是头的意思 点H后缀 F-TDIO呢 叫标准输入输出 标准输出输出 Standard IOI 叫input O叫output 这是标准的一个输入输出库 必须加进去 然后这里面的话 VOID 申明一下 申明一下 man 大鼓号 你发现是不是变颜色了呀 那这个功能的话 放到我们Windows之下 记事本有这个功能吗 它没有这个功能啊 然后这里面呢 我写一点命令啊 写一个简单的 PRNT Print F 然后里面呢 搁上一个 H-E-L-O Hello World 这基本上是学开发的第一个 第一个程序 就这么简单 然后呢 来个换号 V-N 分号 分号结束 OK 第一个程序 就有了 然后保存退出 叫WQ 行 那么程序写好之后呢 不要运行啊 咱运行不了 看看这里面 代码是不是有颜色 有颜色 之前我们说过啊 VRM呢 其实更加适合coding 也就是做开发码是吧 它有颜色 所以看着呢 比较明显 它所有的那个同一个类型的东西 它就用一个颜色来表示 像include 这个是有颜色的 但是看着并不是很明显 NTDIO呢 它也有颜色 那这个颜色的话 我能不能控制它呢 比如说我就不想让它显示 那我们如果说需要去控制它的话 可以啊 那后面的话 就是我们就要去讲的这个命令了 怎么去控制它 不显示这个代码着色 如何控制这个着色 显示与否呢 那么要想显示的话 那么默认就是显示了 所以呢 先去不管它了 那么要想不显示呢 也就是关闭显示 关闭显示的话 现在呢 我们需要去输入一个东西 输入什么呢 输入一个冒号 那么输入冒号的话 标什么模式 木哈模式是吧 里面输入这么个东西 叫SYNTX OFF 那这个OFF的话 很好理解啊 OFF和谁是一对啊 ON是一对 所以上面这个呢 应该也能猜得出来 它其实就是 SYNTX ON 显示和不显示的控制开关 那么这个单词什么意思 这个单词的话 叫语法的意思 语法啊 语法 我们经常可能 有些有的手 有的同学可能在上网的时候 看到有一些网站会报错 报这个SYNTX EROR啊 然后面呢 什么什么什么一对错 哎 它就表示语法错误 表示语法错误啊 所以呢 这个SYNTX的话 就表示语法的含义 啊 那语法ON 表示显示区别啊 显示这个颜色 OFF呢 就表示不显示这个颜色啊 这个单词啊 又学了个新单词 SYNTX 哎 它表示语法 啊 表示语法 那ON的话表示开 OFF表示关啊 那么默认是开着的 那我现在不让它显示啊 那我开始书命令了 网号 SYNTX TAX 啊 TAX OFF 关嘛 是吧 爱驾回车 看看这个红色的 STDIO还在不在 是不是就没了 哎 然后如果再想显示呢 SYNTX ON 又出来了吧 啊 那我们拿着这个命令呢 去那个圣诞圈彩色里面去看看 哎 去这里面看一下 是不是显示啊 好 SYNTX OFF 走 哎 就没了 它就不显示了啊 不显示 你再想它显示 再开开就是了 SYNTX ON 至于这个颜色 咱能不能改呢 你就不用想了 这个颜色咱就不用改了啊 你比如说这个红色 我就不想它显示红色 我想它显示白色 显示白色的话 本身就是白底 你也看不见了啊 这个颜色呢 它是根据你的文件类型 自己去确定这个颜色 该怎么去显示的啊 所以这个呢 咱就不用管它啊 不用管它 咱只要会呢 控制这个语法 这个开合关就行了 那当我们说 把这个语法给它关掉之后 SYNTX OFF之后呢 我们如果说 把它文件退出了 那再打开之后 左色还有吗 还有 和什么一样 和之前咱讲的那个 行号是不是一样的呀 就是说 它只是一个临时的 这么一个操作啊 当你关闭之后再打开 它呢 它又有了 那说明 显示左色 和不显示行号 其实是它的一个 默认配置 是它的一个默认配置 那如果说 想让它永久不显示 左色 并且呢 永久显示行号 那么这个操作呢 就得用到 我们后面呢 要扩展内容 讲的这个 配置文件 那个编辑了啊 有了这个配置文件 才能去帮助我们 做这个操作 行 那么这个呢 是左色的这个功能啊 推出来 代码左色 除了这个额外补充的呢 那么后面呢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呢 就是第二个 第二个呢 要去补充的 就是给大家补充一个 关于这个VRM中的啊 一个计算器 那计算器的一个小应用 计算器啊 一定要区分开计算器和计算机啊 这两个含义是不一样的 计算器是干嘛的呢 算加进层足的 计算机呢 就是电脑嘛 所以含义是不一样啊 VRM中计算器的使用 那么先呢 去打开一个文件 打开一个文件 不要打开这个文件啊 换个文件 一定要换个文件 我换 换他吧 换他 就是我们之前 一直用的这个啊 换他 什么时候去用到这个功能呢 就是说当我们在 编辑这个 文件的时候啊 突然呢 需要使用谁 使用这个计算器去 不是计算器啊 计算器去计算一些公式 计算一些公式 那么则此时呢 则此时就需要用到这个计算器了 但是如果说用我们系统自带的计算器 你在时候肯定就要得把这个 文本得退出来 然后再计算 再进去 蛮麻烦 因为它是命令行的嘛 如果你觉得不麻烦 那你的解决方案可能是再开个冲端 然后再计算 但其实还是麻烦啊 那但是呢 哎 这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呢 在VRM里面呢 直接去使用 他给我们提供的一个计算器啊 需要退出啊 那么VRM自身呢 他就已经集成了啊 一个简易的计算器啊 计算器 这个呢 就什么时候要去用它了 那怎么去用 先去打开我们的这个文件啊 打开文件 假设我在这个文件里面啊 我想计算一下2加2等于几 我想计算一下2加2等于几 那怎么办呢 哎 假设这个地方2加2等于多少 我算不出来 啊 也还得分成等于5的啊 2加2等于几 不知道 那不知道的话 我就需要用计算器了 那你说 这个你知道是吧 那 随便说的啊 等于多少 不知道等于多少 啊 咱得得用计算计算 那算的话 我得推出啊 因为这个文件我还没有保存 我还得推出出去 就比较麻烦了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 那么解决办法就是 第一个步骤 我们首先呢 先去进入我们的编辑模式 现在是不是在编辑模式下 是 好 然后第二步骤 按下按键 按键叫 C T R 加上 R 加上R Ctrl 加R 大二十二一样啊 键盘上写的是大二嘛 嗯 按下这个键 按下这个键之后 看看什么效果啊 现在这个是插入是吧 这地方是不是有一个R呀 好 我按一下 哎 你会发现变了 之前这个地方是个Root的R 现在变成什么了 变成了双引号了是吧 哎 然后输什么 输入等于号 输入等于号之后 你会发现光标变哪去了 变下面去了 是吧 哎 变下面去了 好 那么输入这个键之后呢 哎 然后 输入等于号 啊 输入等于号 那么此时光标会变到我们的最后一行 最后一行 最后一行 那么接下来要干什么 输入需要计算的内容 那按下回车 啊 那么要计算怎么样 我们要计算是不是要算几个二啊 六个二是吧 一二三四五六 干嘛呀 加上谁 八六五四 五六四八五 对吧 是不是这个数字 啊 按一下回车 哎 数字是不是出来了呀 那至于这个结果对不对 你如果想验证的话 你可以去验证一下 这个结果 一看尾数 你看 二加五 等于七 没毛病吧 然后八加二等于十 十显得是零 进一嘛 所以光看后面两位 应该就对了 然后之前我们这个R 是不是变成了引号了呀 然后按一下回车之后 是不是又回来了呀 哎 对 那么这个效果 其实不影响我们本身那个R 不会说 把本身那个R 给删了啊 不会的 哎 就这么一个作用 那这个时候 我根本就不需要说 把这个文件关掉 重新打开一个中端 或者说文件关掉 保存之后 我重新打开计算器 再去算的 不需要的啊 一些基本的一些算法呢 它这里面还是支持的 那你只要把输去输进去 按一下回车就搞定了 这是比较实用的一个功能 按下回车之后呢 又会进入我们的插入模式 又会进入到我们插入模式 就可以呢 继续往后面去算了 那算完之后呢 就可以保存退充吧 WQ出来了啊 然后这个步骤来就可以了 三个步骤 第一个呢 先去进入编辑模式 然后按一下这个按键 Ctrl加R 最后呢 输入这个等于号 此时呢 光标会跑到最后一行 然后输入这个计算内容 按一下回车就可以了啊 谢谢大家